歡迎再度回到阿爾達電視 跟著美快樂欣賞2016 iQTF南韓公開賽決賽階段的轉播 在女子雙打冠軍戰落幕之後 接下來登場的將是男雙的冠軍戰 現在進場的是來自中國的組合 世界排名第三的許欣 要搭配的是第四名的張季柯 他們在決賽的對手將是地主的拍檔 陣容值還有李相秀 這種只在6月份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3位 而李相秀的部分則是第16名 所以跟前一場的女雙決賽一樣 這也是奧運的前哨戰 對 其實這個 蠻有機會喔 會在比賽中真實際上遇到這個對戰 李相秀跟陣容值的組合 在前一天的四強戰是以3比2 立刻的中國隊馬龍還有樊正東的合拍 也展現出他們這種拚球的鬥志 很拚勁 兩個人昨天其實打得蠻兇的喔 銜接也打得不錯 在中國隊的部分呢 昨天是3比1擊敗了地主張雨珍 還有胡康賢的搭檔 當然對手比較年輕喔 那許欣跟張英哥其實也有不少次合作的經驗 其實以這個組合上來說 其實中國組合混搭一直不是太大的問題喔 就看這個到時候奧運的布陣的時候是怎麼樣來誰打 出戰兩單喔 那另外兩個就打這個雙打的部分 中國隊其實排陣來講都有蠻大的彈性 對 那在女團的部分有叮嚀嘛 左手橫排的球員 在男團的部分呢 許欣也是一枚火旗啊 不管他要來打 一單一雙或是打兩單 其實他都有這樣的實力了 也都可以 所以完全是要看 那可能中國隊在單打部分的表現 那再來影響到他們團體賽要怎麼排練 或是要根據對手的狀況 對 都能去調整喔 到現場 比賽之前的布陣都能夠再調 許欣自己在接受中國媒體在採訪的時候 當然也有談到了 那 雖然說沒有辦法入選奧運單打 讓他有點失望 不過呢 接下來國家隊的任務 因為單打的賽程畢竟是先打 那中國隊兩個人出去參賽 對 金牌只有一個 沒錯 一定會有個球員在單打完之後 這個狀況是下滑的 對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必須要扛起來 這個空穴 只能說說得蠻好的 金牌只有一塊 這運動總是現實的 殘酷的 第一名只會有一位 今年奧運會的單打賽程會排在團體賽前面 那 在 國力作種的部分也將在8月6號 8月3號 8月3號的時候要舉行抽籤 那抽籤當然也會根據8月份最新公佈的世界排名 來決定不管是個人單打的總指序 以及團體賽的總指序 所以選手這段期間呢 其實除了要 這個拚個人 單打的排名之外 另外啊 那團體賽三位選手加採的是 世界排名這個機會呢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 不管是單打或是團體來到奧運都是單淘汰賽 不能有一絲喔 任何鬆懈的這個時機喔 沒錯 特別是團體賽的變數也會變得更大 很大 所以 來到這種 世界的團體錦標賽 其實都還是經過這個 小組賽的階段啊 然後才開始淘汰賽 不過奧運就等於是你一下場你要見證這樣 沒錯 李香秀跟陣容級的組合 都是右手橫拍的打法 而在中國隊的部分呢 學新是左手直拍橫打 而在張基柯的部分是右手橫拍 所以左右手的搭配上面 中國隊會稍微有一點優勢 那當然南海的球鋒影響都是以快速為主 所以 其實就算是兩位右手橫拍的球員 他們的 整個一位的速度啊 那也是 這個相當具有水準的 在 這一戰的賽事當中 許新跟張基柯也被列為大會的頭號種子 那這一戰結束過後 中國隊也翻屍 準備回到這個集訓基地去喔 對 那都封閉了啊 嗯 嗯 然後韓隊的部分 其實從上一屆的倫敦奧運之後 這個世代交替的 節奏也是慢慢在進行 雖然說中間是也有碰過一些狀況 對 欸 剛換 剛換過來的時候 換在年輕一代這一隊的時候 成績的表現肯定會差一點點 嗯 需要時間喔 再來磨練 至少會有兩三年的這種黑暗期 這是勢必的喔 所以 可以看到在2014年團體試頂賽 他們的發揮並不是那麼理想 嗯 那 選手的部分其實也在做了一些調整 嗯 到了2016年的團體試頂賽 其實他們的這個成績又慢慢回來了 現在這個接班的態勢就蠻明顯的 對 以場上這兩位 對 明星球員為主體了 當然今年就是還是被 國安隊徵召回來 要打團體賽的賽程 畢竟他這個 消球在這個比賽 團體賽中其實是蠻靈活的一顆 一個旗子 好的 在結束暖身之後 將比賽馬上交正式開打 那麼 第一局將先由南韓隊的李向秀來發球 要發給許欣接 打球 正上值得很暖啊 對 算到了許欣回球的角度喔 這個球一定也是 速度要夠快喔 才敢做大膽的側身喔 開賽 連拿兩分喔 一上來氣勢相當旺喔 對 延續喔 昨天的這個擊敗中國隊的氣勢喔 好的感覺看起來還是記在腦海裡面 怎麼樣讓這個感覺延續喔 許欣跟道歷科當然也要跟對手講喔 我們不是昨天的馬王跟凡正東喔 對 許欣這一次的側身拉球 許欣稍微長了一點沒有進 不過韓國隊打的這個節奏是蠻有衝擊性的喔 其實比較快喔 你看他們在移位 動作上面其實是比較積極的喔 強進球台內的位置腳步是很快的 對 我想要給中國隊比較大的壓力喔 你不用速度上去壓迫他們是更不行 你如果慢慢跟他打 你的控制能力又沒有他們好喔 肯定是比較下風喔 這一次張立科 台內這一條的力道也是稍微大了一點的 前面六分打完 現在中國隊是陷入1比5的落後 不過李向小剛剛也指了一下 剛剛這一板球是有碰到球座 所以分數應該要改成4比2 對 對 現場的比分是有改過來 3 4 這次揭發稍微擺得短了一點 現在中國隊追到剩下一分差 3比4 有落點喔 這籠子沒辦法回防 這籠子也是被正籠子上到 正籠子這一板 拉的弧線也是相當靠近張立科的身體 對 這個球 許欣這個球處理得比較細膩 這真的弧線喔 基本上讓對手也很難防喔 重心蹲得夠低 輪到許欣的發球 漂亮 中文隊這邊也慢慢把他們的速度給提升上來了 也知道對手想要玩快 奉陪阿 沒錯 季科剛剛這個 進台的速度也夠快 好球 對方又可以擺到 張立科來到這一戰 當然在單打的賽事意外 第一輪就吞下敗仗了 雙打這個部分是絕對不能再放掉 沒錯 5比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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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中文隊推台做防守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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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戰啊 8比6 好球 突襲了一個長的 這個在雙打比賽是比較少見的 發球長球 突然來這麼一下 相當有效果 中國隊拿到第9分 好球 這樣就 領直線了 幾乎要壓在白線上 這個角度我讓 人高馬大的許欣 依然是救不回來 2分的差距 這個球許欣 沒有處理好 雙打比賽有時候比分進行的節奏 甚至比單打還要更快 對 一顆球有時候接好 接好接不好一顆球就定勝負了 沒錯 來回的板數有時候不會那麼多 哇 正常直這一板打得漂亮 對 這個球正常直 看到了張季柯喔 先測身了 不過這個球季柯也是失誤的 動得太早 啟動得太快 第一局來到了關鍵的比分上 9比9 等到 中國隊來發球 李香秋跟 正常直這邊也在溝通了一下 解法的意見 哇 這個球 被正常直給盯到了 直接往 張立科的方向拉 拿了 百線的位置 落點夠深了 所以張立科來不及退 反而是由南韓隊先拼出了局點 不過張立科這邊也做了很好的回應 10比10 第一局的比賽就殺到了Dews喔 雙方的龍針虎鬥 這球 這球的台內 屬心的特場 台內調打 從單打一路延伸到雙打 這項技術 這項優勢 持續保持的喔 中國隊 再度逼出局點 第二次的機會 第一局搞不好 會是一個蠻重要的氣勢分水嶺喔 哇 這球 在那邊喔 許欣也知道 李上秀要擰的方向啊 重心壓得很快啊 最後 正手進攻 拿下 制勝的1分 12比10 中國南雙歷經Dews之後 搶下比賽的第一局 目前暫時領先南韓隊 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南韓的南雙組合 正龍直 還有李上秀 在第一局的比賽 其實也給足了 中國隊的壓力喔 嗯 把戰線給拖到了Dews 很可惜的是 最後 許欣啊 這個幾乎要貼地的一板 幫助中文隊拿下制勝的1分 上一局結束的這顆球 許欣可以說完全靠著 這個手上的感覺喔 把球硬撐到了這個斜線的位置 一局暫時領先的中國隊 然後繼續面對 擁有地主球名支持的 南韓組合 主席 發給李上秀 哇 這球最快 哇 正龍直 其實在南韓隊這個組合裡面 扮演蠻重要的角色喔 對 出手的動作其實 不是很大 他其實正反面的這個 正拍反拍喔 動作都是算其實蠻小的 再來一個喔 相同的位置 出手都還蠻大膽的 對 哇 多出張立哥 南韓隊的斜線 也是 跟南韓隊拚了喔 大家 要來拚的話 一起來 南韓隊這種打法 就是只要打得順的話 那 他們這種連續得分的能力勝可 對 其實他們兩個人喔 節奏都快喔 速度也快 好快喔 不過中文在這邊 現在3比1的開局 哇 這個球 那是推特中台 男手的發力啊 為中文隊再拿一分 2 3 4 1 陣容姿 要繼續來接 張立科的球 哇 這個球 好像就 橫移固然的速度很快 對 我記得這個球 沒有準備啊 沒有準備 像說能夠防得這麼快回來 2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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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網紅吧 2 4 好球 哇 好球 兩位中國好手 剛剛都展現了這種 側身拿球的威力 兩個人把位置喔 徹底的讓開喔 這兩板剛剛也是進攻兩大角度喔 對 基本上打完 許姓那板之後 整個球都是空出來的 不過男人隊也 接不住我這個強力的進攻啊 兩個人都把力量都發到這個 哇 這個球 沒有準備 一顆沒有準備 許姓會調打斜線的這個位置喔 5比3 第二局來到中段了 現在兩位選手 兩邊是有著兩分差距 再回到許姓發球 就回來 這個球 許姓跑了相當長的一段距離喔 南安隊 落點有掌握好喔 對 這東西先掉開 再試一次 這次拉兩大角度喔 許姓就了第一顆了 已經回不來了 這球跑到的面積真的相當大喔 哇 機會球自己韓國隊沒有把握住 短球的互放喔 難得中國隊擺得比較高一點 真的 李香秀這個機會錯過之後 也讓中國隊守住領先 哇 好球 李香秀的防守之後 再銜接到陣容值的進攻 這一分南安隊也發揮得相當精彩啊 可以可以 張基柯 移動到中路的時候 其實也已經處在一個 不利擊球的位置 對 這個球只能把球架過去而已喔 不太可能再發力 這球 張基柯已經拉住了 把落點拉住而已 來到第二次的毛巾暫停 中國隊仍然是以些微的差距領先 地主組合大家很希望能夠繼前一天四強戰 展落馬龍跟樊正東之後 再打敗另外一組中國隊的搭檔 厲害了一次擊敗兩組 沒錯 這對於南安隊要出征奧運會有很大 新鮮的加分喔 對 我眼前的考驗是相當嚴苛的 好球喔 許欣台內的調球 還是給對手很大的壓迫喔 他變化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 一樣在這邊很難預測喔 那個球到底怎麼會過來 要往哪邊 對 其實這種台內調你 左右要顧也不是 放掉一邊也不可能 5 10 這次想要壓一板斜線也沒有成功 讓許欣跟張濟柯現在逼出了五個局點 5 10 10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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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注力保持得非常好 緊盯住了這次的機會 也幫男安隊再追一分回來 比分來到了8比10 第三次的毛巾暫停 突然擺得有點高了 連接三分了 最後一個局點的機會 這個時候中國隊這邊忍不住了 劉光教練喊出了暫停 從原本的10比5領先被追到9比10 劉光教練的表情是蠻嚴肅的 畢竟剛剛10比6領先 現在如果這個 這一分再丟就連丟4個 就是 比賽當中最 最 最不想看到的 對最不希望看到的這個錯誤 就止血能力要夠 大福你現在的情況下 鬆手了 沒有把對手給掐住 回來要 繼續由男安隊這邊發球 所以看中國隊怎麼破解 9比10 李相秀的第二發 第二發給張濟柯 哇 這次橫移過來 想要做擰球結果失敗 所以南韓隊 連續化解了中國隊的五個局末點 連續兩局 兩隊人馬殺到了Dews 才能分數 三分順步 連拿4分喔韓國隊 發個 哎呀這個球 直接這塊球的失誤 送了一分回去 現在中國隊 又一個橘墨點 點一下結果太輕了 張濟柯 也是覺得很惋惜啊 氣勢正好 對 沒想到 因為失誤 中斷 機會球 張濟柯這一分的就球相當精彩 幾乎是回放到了底線的位置 也讓張濟柯最後把球給打飛了 連續兩局 中國隊都是歷經Dews之後 立刻對手 再贏了一個12比10 現在這場南雙冠軍戰2比0領先南韓隊 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對於南韓南雙來說 那這場比賽其實蠻可惜的 其實不管是第一局或第二局 他們都是從落後的情況下逆轉 那把戰局給扳平 可是來到Dews之後呢 關鍵的比分掌握度上面 沒有拿下來喔 很可惜的 我剛剛也是張濟柯在最後一分喔 打出了 相當薄殺的 一個反手反拉 也讓這個 中國隊 才驚險的收下的那一局 其實也蠻關鍵的 就是剛剛那個反手反拉 幾乎要退到現在看到 Korea Open 四樣的位置 最後面喔 Warning Train的前面 對 足球有用生命護球 剛剛張濟柯是用生命拉球 沒錯 拉完之後整個人也失去重心 倒地了喔 第三局就看一下南韓隊怎麼因應 這個場上局勢的變化了 整個比賽發展 雖然說局數是絕對落後 但是 過程是很緊湊的 對 反過的氣勢還是不錯喔 這個李上樹反而是拚得更兇啊 哇 好球 這個李上樹已經打得不錯了喔 好球 好球 李上樹現在都是主動的側身喔 這一局的接頭順序要回到跟第一局一樣 現在南韓隊開局 有了不錯的開始 正用直 這個球擰得帶下旋喔 比如說這個擰球喔 整個 雖然都是擰喔 但是擰出來的球這個旋轉喔 其實可以去做個變化喔 手腕的幅度 這個翻轉的幅度喔 以及擊球的腳部位的問題喔 出網要重發這一分 就碰到球網了 哇 機會 李上樹 想要給一顆角度比較雕竿的直線 差一點啊 手到了 但是整個身體重心有點偏料 空檔也找到了喔 這就比較可惜喔 3比3的平手 哇 有點受到前面那一分的影響 對 這個球發得也比較深喔 讓這個 李上修沒有這麼好擰喔 所以這個時候 南韓隊這邊也要啟用他們的暫停了 這場比賽為一次 除了局間暫停之外的機會 這個時候希望能夠幫他們打打氣 這局一上來 李上修幾個拼搏 還是很有效的幫南韓隊爭取到機會 主動的側身進攻喔 雖然說有失誤出現了 但是打法如果是正確的話 還是要想辦法延續下去啦 主要是在一些紀錄球 關鍵的把握度上面 韓國隊沒有像中國隊的處理人那麼好 才能那麼把握得住啊 我現在只有今年26歲 那至於在陣容子的部分 其實也還蠻年輕的 24人 基本上如果他們的狀況一直保持都不錯的話 除了說今年能夠代替南韓隊出征 跟禮約奧運了 搞不好下一屆奧運會 他們也是有機會 還有機會 這次暫停是由南韓隊的教練 直接 要求的 喊暫停基本上是選手跟教練都可以 都可以喊 過去也誠意發生過 場邊教練想喊暫停 但是選手說不用 這樣也因此有被翻盤的也有 其實叫暫停這個時機點 其實大概一直都要拿捏 對 這個沒有什麼對與錯 結果論 比較主動的 有比較被動的 對 這個就拉住就有了 兩條直線 好厲害喔 站停回來之後中國隊也是馬上回穩 不打算給韓國隊太多機會 張立科這一板貼住 接下來為許欣製造了測身的機會 沒錯 這球沒有名號 5比5 第三局來到中半段 現在雙方回到平手 李向秀 過去也曾經在2012年的南韓公開賽 也擊敗馬龍 之前也曾經提過 馬龍基本上很少輸外戰 對 這球不錯喔 釘的這個線路直線是對的 前面的比賽其實有時候要效果 那這個時候 種子很聰明喔 繼續往張基克的晉升位 影響到他的擊球 三里克這次留在鏡台的位置 補盤的速度非常快 幾乎沒有讓球喔 在往後跳喔 在第一時間喔 主要是已經判斷出這個方向 6比6 再一次的平手 擺住 哇 好球 張基克這一板直線大家的精彩 也是在重心有點跑掉的情況下 把身體給控制住 拉完之後其實 感覺他的腳步是有點被絆到了 對 這個已經卡住了 可以這麼說 只是把重心整個退掉 沒過 這個球很可惜 中國隊現在兩分的領先 張立科的發球 想法其實也是對 因為看到許欣剛剛已經進來了 衝進來了 其實他在這個突然性上面是有做到的喔 這局來講確實以上跳的失誤多了一點 所以也讓男安隊是錯過了一點 搶分的機會 7比9 這球 拉得比較短喔 好球 這球被釘到了 對 重直的直線 在這樣比賽一直扮演男安隊 蠻重要搶分的武器 對 比數其實都很近喔 雙打有時候 比分喔 或者變化都一兩分之間 沒錯 不過這板斜線 張立科也是越打越進入狀況 好硬喔 把握住喔 哇這個 球的落點差不多在球台中間的 部位啦 這球 李向秀 想救也是沒機會 只能苦笑 現在兩個冠軍點 中國隊 10比8的領先 等到許欣來發球 哇 最後 張立科斜線的反派 李向秀 還想拼 佛殺一個 結果 太過用力出界 這也讓中國隊 在11比8 搶下比賽的第三局 跟女雙冠軍戰的結果一樣 都是直落三獲勝的 不過我們看到 鄭融子跟李向秀的拼勁喔 確實是讓許欣跟張立科 飽受威脅 當然中國隊 在拿下這場勝利之後呢 目前在前面兩個 項目的決賽上 那丁鈴跟劉詩文 先鎖定了女雙冠軍 許欣跟張立科 也保住了男雙的王座 所以這邊也要請您 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要欣賞的是女單的決賽 將由劉詩文出戰丁鈴